大家好,歡迎你們收看我們第一集的V-Man 今集主要的主題是女性如何看成功 女性成功有很多種 有家庭生活、初時學業、事業、婚姻、愛情 各方面生活上,我們女士都對很多事情有要求 所以今天特別邀請了Mizu 一個很特別的女生去做我們的嘉賓 再加上有一個很特別的混合就是 Tony是一個熱血的棒球小子兼教練 他就會給意見究竟在男生的角度 怎樣看Mizu這個邁向成功的一部的女生 以及她的經驗 我們希望可以令到你們大家都有一些啟發 其實我怎樣看Mizu呢 Mizu是一個很難去定斷她是一個什麼女生 因為她給我的感覺就太特別了 她又是寫書、又是拍照的 又是做過平面模特兒 甚至乎是參與過一個參展作品的第二女主角 多重身份令到我很迷惘 其實Mizu你現在是在做什麼呢 其實我現在是一個設計師和藝術公司的公司 在做藝術公司 還有我自己除此之外 我自己也有做我自己的項目和寫東西 即是你也是忠於寫作的 很忠於寫作 還有拍照也有繼續做的 是的 嗯 但是你第一份工作又是什麼 我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個 Luxery Shopping Mall 做Portional Shopper 可不可以說一說 其實你那份工作的性質是怎樣的 簡單來說 就是我們公司 那些入了VIP的有錢人去買東西 是的 怎麼為是VIP呢 我要有多少錢才可以做到你的VIP 大概是由幾萬元到幾十萬 你買了的東西 那就可以入來做VIP 嗯 那我當我幾萬元 請了你做我的Personal Shopper 你就陪我去買東西了 例如是你想去買一份禮物給你老婆 或者是你想買一份禮物給你的老闆 或者是你想要買一隻標 但是我不知道什麼款是適合我呢 或者是我形容我想要這類型的東西 你可不可以介紹一些給我呢 那我就會跟他們去逛街 嗯 但也好像挺女生的Dream Job 那時候工作的同事呢 他們都是真的超級享受這份工 而且真的打算在這間公司做一輩子了 嗯 我有一個問題 我想問你有沒有男生的公司 就是有沒有男生做你的Post 有 對 但是也是女生多一點 嗯 嗯 那我想問你這份工做了多久 做了大概一年半左右 做了大概一年半左右 當中有沒有一些奇怪的Client 洗到你好像女生一樣 有沒有這些人 是一定有的 他們通常都是一些步伐戶比較多 是啊 那他們 嗯 嗯 還有很多步伐活呢 他們其實都是一些農村人 來的 就是他們可能是 嗯 就是 品味會比較低一點 還有 甚至有些是不識字的 就是 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 那些 那他們的態度就會比較粗亂一點 嗯 你這樣說 你第一份工的人工應該都ok的 都不錯的 是吧 其實 又不是說真的好好的 那都算是ok的 這樣 但是你們有沒有commission收的 沒有的 嗯 但是你們tips的收入都不算高 其實我們是不收tips的 是不可以收 我們是不可以收的 但是有時候有些客人都會眼塞給你 是啊 是啊 那手只眼開 只眼閉 其實這份工 這個就是我們 的職責來的 所以我們呢 就 跟sales是不同的 就是我們不是sales來的 那我們是 我們是 我們是不會有commission 是 嗯 那你第一份工 那些人工出完糧之後 很開心的 那阿婷 那我去怎樣洗法呢 吃喝玩樂 那公司的目的都很簡單 就是想 做一段時間的事情 然後可以儲一塊錢 去給自己 去 自由自在 這樣生活 是啊 嗯 所謂自由自在的生活 你要儲到 第一份工 你覺得要多少錢 才可以達到你這個目的呢 你做了多少年 在 as a shopper 之後 你的下一步 儲了一塊錢 又去了哪裡 我出了夠錢之後 就去了 北京 生活了一年 好像 Tony 剛才所說的 真的是吃喝玩樂 還是你有些目的 是要選 北京這個地方 去做 另外一個人生的 歷悲呢 我去澳門 做這份工的之前呢 其實我 就一直都不想 在香港的了 那我就 就是那時候 我本身 因為我之前已經去過幾次北京 然後我就很喜歡這個地方 那時候 就本身是想著 什麼都不想 去了北京 找工作機會 這樣 但是呢 後來是一個機緣巧合 的情況之下 我就在澳門找到 一份工 就是 再打算儲了夠錢之後 再去北京 但是為什麼 香港 這個地方 令你這麼不想留下 是因為什麼 甚至於外國人的眼中 香港也是多姿多彩的 但是可能 在我們 居住的眼中 可能 有些什麼 你覺得 是不想留在一個地方 你要想出去闖一下 還是你覺得 其實普遍年青人 都是有這種 想出去 逛逛的一種 心態 嘩 這個問題真的是 那一定有一種理由 是令到你覺得 我不要留在一個地方 因為我那時候 就會覺得香港是 很 很 努力的 還有 很悶的 但是 就是說 你在香港沒有什麼朋友 那時候 其實都不是的 那時候 是 畢業之後 身邊都 保持著有一堆 到現在都很 很親密的 很親密的 朋友 但是 我那時候 就有一個心態 就是 我要 出去感受一下 其他地方的生活 可能是 你現在問回我的原因 我也不是很 完全不記得起 就是 一心就 不想再 在這個地方 然後 總之 我要走了 去哪裡都可以的 其實 只不過是 剛好 我去了北京這個地方 然後 旅行 那我就覺得 整個環境 我很喜歡 那時候 就對於北京 有一個 小小的情意結 那樣 所以 所以 就選了去北京這個地方 那個大陸 很開心 那麽 他